1908年11月14日 在光绪皇帝驾崩后的当天 慈禧皇太后突然降下遗址 摄政王载丰之子溥仪入城大统为四皇帝 成继牧宗皇帝为四 并兼成大型皇帝之挑 中国历史上 历代王朝无不实施敌长子皇位继承制度 只有清朝先后经历了韩伟推选制度 敌长子继承制度 秘密建储制度和清朝晚期的遗址确立四军 等四种皇位继承形态 秘密建储制度是康熙帝晚年 针对诸皇子拉党接派 图母储位等现实情况制定的制度 他由皇帝本人全权决定处军人选 有效防止了处位之争 但在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日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秘密建储制度也遭到破坏 从咸丰朝开始不再实行秘密建储制度 自统治元年 慈禧以皇太后身份掌握清朝大权之后 在此后的四十七年间 他曾先后确立了三位皇位继承人 载田光绪帝 浦郡和浦仪宣统帝 这三人中 只有浦郡因故被废 没有坐上皇帝的宝座 同志十二年一月 同志亲政 朝廷上形成了皇帝公亲王和慈禧之间的 互相牵制的三教关系 这年十月 同志并重 公亲王获得部分陈断之权 引起了慈禧的不安 慈禧便借同志皇帝名义发出上誉 规定奏折全部由太后批阅裁定 慈禧又一次由后台走到了前台 同志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同志驾崩 慈禧玄继向群臣宣布 文宗无子今遭此变 若成四年长者 实不愿 须年幼者 乃可教育 现在一语既定 永无更矣 普子辈无当立者 一宣长子 今四岁已 且至亲 与御史之祭统 一宣长子宰田 于是登基 成为光绪皇帝 1889年 光绪亲政后 慈禧仍在幕后操纵朝政 帝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戊须变法后 帝后两党完全破裂 慈禧以强硬手段摧毁了帝党 并以光绪并重为名 企图加以废除 只是因为荣禄 刘坤一 张之栋等人的强烈反对 加上英国领事公开威胁 如光绪遭到不测 各国不能默尔 慈禧这才只能作罢 废地行动虽然没有得逞 但慈禧却没有停止 私下里为光绪 挑选继承人的工作 自1899年1月28日开始 慈禧在宫内 召见普自辈十余人 对端郡王载乙次子普俊比较重义 因为其父普乙的伏计 正是慈禧的侄女 慈禧对普俊感兴趣 很大程度是出于 母家的裙带关系来考虑的 加上当时载乙本人 又管理清廷进军神机营 虎神营 他的兄弟载连载兰 也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 拉拢他们 可以更加稳固慈禧的地位 与平衡朝中派系 光绪25年11月28日 在慈禧受益下 大学士徐同等人 草拟了废光绪利普俊的折子 试探荣禄的意见 荣禄见后大惊失色 其喝止之 马上进攻 面见慈禧 大哭不止 言冒此大嫌万万不止 将朝起大便 慈禧见掌握实权的荣禄 并不支持自己 只好做出一定让步 改立普俊为皇储 为上司 兼挑目宗 此称 己害见储 己害见储事件中 各省都府大多予以默认 但引起了保皇派的强烈反对 康有为梁启超 借机煽动英国 辅助皇上复辟 但英国 以己害见储 并未影响中英关系和英国利益 予以拒绝 1900年 义和团运动爆发 由于载已在义和团运动中 支持义和团的扶清灭扬方针 所以在八国联军入侵 义和团战败后 载已遭到成败 慈禧也不得不下诏 废处普郡 这也宣布了 慈禧的这次历次行动 宣告失败 光绪34年10月 慈禧受载封为摄政王 妻子溥仪住在宫中教养 并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病逝后 溥仪马上入城大统 完成了地位的交界过渡 第二天慈禧驾崩 慈禧临终前的这次历次 疑点很多 光绪34年10月21日下午 光绪皇帝 在中南海的迎台韩元殿驾崩 王公大臣们 对这位年仅38岁的皇帝 突然去世震惊的同时 也为光绪尚未见处 没有确立皇位的继承人而担忧 就在大家惊恐不定的时候 从宜兰殿的并榻上 传出皇太后遗址 以摄政王载丰之子 溥仪入城大统 为四皇帝 成继牧宗皇帝为四 并肩成大型皇帝之挑 溥仪与光绪 有着极尽的血缘关系 溥仪的父亲载丰 是光绪的亲弟弟 光绪皇帝是溥仪的伯父 但溥仪此时 还仅是个三岁的孩童 将国家大士 及满朝文武 托付给这样一个无知的诱饵 大清的未来怎么办 很快 宜乱殿又传来第二道遗址 四皇帝尚在冲领 正宜专心学习 着摄政王为监国 所有军国政事 皆由摄政王秉承训士 并于财度施行 待四皇帝年岁建长 学业有成 再由其亲藏正事 这道遗址 将朝纲权柄 交到了纯亲王宰丰的手里 摄政王宰丰 马上以四位皇帝的名义 颁布上遇 包扬光绪皇帝 生平伟绩 痛到他的突然故事 并表示要遵循古志 行持效三年之丧礼 10月22日 光绪去世的第二天 年仅三岁的溥仪 在众朝臣的簇拥下 以大秦国皇帝的身份 护送光绪的遗体 到乾清宫 西佩间停放 并按照满族的风俗 剪去头发 穿起校服 在乾清宫 举行了隆重的连殿礼 就在这时 刚刚为光绪皇帝 安排了后世的慈禧太后 也在宜兰殿去世 终年73岁 光绪皇帝在去世之前 确实有病 不过据太医诊断 尚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更不会突然死去 光绪在去世的当天上午 还曾发出一道御址 要求各省总督巡抚 选精通医术之人 来经为皇帝治病 可见光绪本人也没有认为 自己马上就会死去 而是认为找来明依 自己一定能够痊愈的 光绪皇帝的死 与慈禧太后的死 相隔不到一天 如此巧合 很难叫人相信 考虑到两人生前的长期矛盾 以及特殊的政治背景 还有慈禧做出的 令人深思的政治安排 包括光绪刚死 慈禧便传指 立普仪为皇帝 命摄政王载风为监国 都不是仓促之间做出的决定 还有一件事 溥仪是在10月20日被截进宫的 同一天 载风被封为摄政王 这时距离光绪的死 还有不到24小时 这显然是慈禧 在提前为光绪的突然驾崩 在做准备 换句话说 慈禧已经知道 光绪很快就会死掉 将这几个一点联系起来 我们会发现 光绪皇帝的死似乎大有文章 其真相也是众说纷纭 请拜类朝中说 慈禧太后感到自己的病 已经无法医治 不愿意在她死后 光绪帝重掌大权 于是密令亲信太监 毒死了光绪 崇陵传信路上说 光绪帝听到太后病重的消息 面带喜色 慈禧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能死在你的前面 于是让人对光绪下了毒手 太后皇帝同时驾崩的真相 也许永远是个谜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旦慈禧先死 光绪重新掌权 必然会推翻慈禧的一些政令 对后党来说十分不利 这件事就连末代皇帝溥仪 也不知道真相 他在自传 《我的前半生意书》中 对光绪之死是这样写的 我听过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 说起光绪之死的遗案 照他说 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 后来才知道 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光绪长期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下 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 被禁闭于迎台后 根本没有任何实权 令溥仪进宫教养 受他的父亲为摄政王 这两道御址肯定不是光绪所发 而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出去的 这两道旨意的意思很明确 虽然没有直接说要立溥仪为处 但自立行间就是确定了 溥仪的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而且颁布遇旨时 慈禧就已经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但他同样也做了决定 一定要让光绪死在自己的前面 道理很简单 光绪死在了慈禧太后的后面 那么令溥仪进宫 及载封为摄政王的遇旨 就等于一纸空文 慈禧死后 光绪肯定会亲政 也肯定会重新调整 慈禧做出的政治安排 勿须政变之后 慈禧就想置光绪于死地 但是光绪毕竟是皇帝 投鼠忌器 他不得不忍一下 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 最不希望的 自己死后光绪重掌朝政 改贤更张 如果是这样 他将会死不瞑目 权力是慈禧一生的追求目标 他要永远扮演胜利者的角色 历史是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的 光绪死后 溥仪受命继承大统 成为宣统皇帝 欺负摄政王载丰监国 慈禧选择载丰父子 是因为载丰的福尽 瓜尔加又兰 是荣禄的女儿 而荣禄对慈禧的忠心 仍尽皆知 光绪24年 荣禄按慈禧的意思 协助慈禧 发动了戊虚政变 囚禁光绪 捕杀谭次同等六君子 使慈禧得以再度掌握政权 荣禄也成了慈禧的心腹重臣 瓜尔加又兰 一向激灵干练 激傲 激对慈禧的脾气 慈禧会经常把他招进宫里 和自己同吃同住 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慈禧曾对荣禄说 你的八妞很顽皮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连我都不怕 光绪27年 慈禧作媒 把瓜尔霞又兰 许配给了载风 这明显是一场政治婚姻 光绪32年正月 两人的长子溥仪出生 慈禧满以为 自己仍然能像当年 对待光绪那样 借这个小孩 实现自己的三度锤帘之梦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自己阳寿有限 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也史上有种说法 说是慈禧病时 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 推代清亲王 义匡的儿子宰镇为皇帝 这件事是真是假 一直没有定论 不过 袁世凯与光绪 结缘很深 与义匡关系密切 有这种想法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慈禧对此早有防范 于1906年 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四镇兵权 并撤去了载镇 农工商部上述的职务 吊载风入军机处办事 以对抗袁世凯和义匡 在慈禧的周密布置下 袁世凯和义匡的阴谋 没有达成 利普一为继承人的圣旨 虽然不是光绪所颁 但这道圣旨颁布时 光绪仍然在世 在得知慈禧以自己的名义 颁布了这道圣旨后 光绪帝的心情 应该是很悲凉的吧 因为跟随慈禧长大的光绪 自对这些年 慈禧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 他亲眼看到 慈禧的三次立处 都是围绕着他的个人目的 便于他垂帘听政 独断专行 封建王朝的地位交接 有着一套完整的规定 但慈禧却为一己之私 置这些规定于不顾 只离那些自己容易控制的孩子当皇帝 光绪继位时不过四岁 溥仪登基仅止三岁 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慈禧弄权的工具 光绪知道 慈禧这样不顾组织 只离右军 难免造成国本动摇 主绍国仪 朝堂中派系斗争激烈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 女主干政 右军当国 肯定会影响中国 应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能力 国运日衰 已不可避免 但光绪这个名义上的皇帝 偏偏又无能为力 他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 也许 这也是导致他突然驾崩的 又一个导火索吧 光绪这位当了一辈子 提现木偶的皇帝 在临死前 看到要接他般的 仍然是个傀儡 一定感觉特别悲哀 只不过他也是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了 又有什么办法呢 1938年 光绪及皇后 龙玉的崇陵被盗 林寝遭到严重破坏 1980年 经有关方面批准 请西陵文物管理处 对崇陵地宫进行了清理 光绪的崇陵打开后 发现龙玉皇后 官果的顶盖被全部掀开 官果内积满泥水 光绪皇帝官果侧壁上 被打了一个洞 但幸好 尸骨仍然保存的较为完整 在清理崇陵时 为了研究之用 请西陵文物管理处的专家 将光绪龙玉的头发 及部分尸骨和遗物带出 并对光绪皇帝的头发 进行了检测 经中子活化法分析和测定 发现光绪头发中的 参的含量非常高 竟达2404维克每克 远超健康人的 0.14维克每克 两者相差 17000余倍 参俗称P 是一种有毒的非金属元素 它的化合物三氧化二参 就是著名的毒药P霜 可使人中毒身亡 光绪头发中的参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专家们认真考察了 光绪墓葬周围的环境 分别对棺果内的 维蔓碎屑香料等残渣 墓内各处的土 以及灵区内置土壤 河水井水等进行检测 发现它们的身含量都非常低 不可能成为 光绪头发中身的来源 在检测中 专家们发现了 光绪内衣的身含量 远高于外衣 胃肠部位衣服的身含量 远远高于其他部位的衣服 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 光绪皇帝尸骨中的身 来源于其体内 身在自然界 多于氧化物或硫化物的形式存在 光绪皇帝体内所含的身是哪种呢 专家们采用了 叶像色谱 原子吸收光谱 联用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光绪皇帝体内之身 为剧毒的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皮霜 至此 光绪的死因大白天下 这位可怜的皇帝死于皮霜中毒 至于是谁下的毒 相信每个人都能猜得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